今天 约翰叔叔又出场了 哎呀 咋弄嘞 咋弄嘞 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2021年1月4号 文贵乱聊直播 你说 我现在是远程控制啊 约翰叔叔 我说 你这个 不过完给我说一声啊 是吧 你给我说一声啊 哎呀 我得紧张啊 这活着就 杀干绝了啊 不是 你说这玩意儿 你给我说一声嘛 你说 啊 哎呀 这咋弄嘞 你说 这约翰叔叔这情商真是没谁了 给战友 给战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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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呢 害羞呢 我上去玩 啊 我要直播了 好 好 哎呀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哎呀 刚见完身啊 这个实在是咱们战友啊 发的很多信息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一一的回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一一的回 只能是在这直播中通过直播啊 这个 发点这个信息 还有点秘密信息 是吧 这个 哎呀 重磅来了战友 重磅来了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啊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国内这个经济啊 这真的是啊 这真是太可怕了 这个大连沈阳 咱们沈阳啊 这个 铁路上有咱们很多战友啊 有专门有一个警察团 哈哈 警察团 跟你们说实话啊 当年金正恩访问北京前 我获知的消息就是铁路上告诉我的 咱们铁路上的警察告诉我说 接到通知啊 金正恩将访问北京啊 若到时是跟川普总统见面 从北京过啊 火车怎么来 他们怎么值班 这是他们 另外一个就从那个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得知啊 金三胖要来了 肯定这个人要来了 所以说两边一核实 咱俩我才敢说啊 你管听上面我也不敢说啊 就是说 下面有咱们战友 铁路上都有着战友警察啊 哪个谁动啊 沈阳啊 是吧 谁管哪一片啊 我都知道啊 中央警卫局啊 这个也安排了 我也知道 后来回来经不经过北京 临时改变啊 咱们的大首领 中共大首领啊 747去接啊 咱也都知道 所以说战友们 咱们这个沈阳铁路警察的哥们啊 这个这两天跟我联系 他是很乐观的啊 一直很乐观 但是昨天告诉我说 他说七哥啊 他说现在这个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 他奔奔睡觉了更大 天哪 我在这都能听见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说这个 现在整个沈阳 辽宁 大连 他说这现在说真的是人造灾难 七哥 次生灾难这个词真的说对了 次生灾难啊 其中更重要的一句话啊 就是发不下来工资 他说我们是从有 有生以来 他爹都在这铁道口工作 铁道口发不下来工资的机会 还是很少的 这个就让耐人寻味了啊 还有一个啊 给明确的 现在登记 有些人啊 登记一些核心的信息啊 大家都懂的 特别一些政治干部啊 纪律干部啊 登记一些关键信息 这真是啊 啊 真是是共产党准备打仗了啊 准备好了啊 你还有打的机会吗 有打的机会吗 我估计也就是齐了哗啥就完了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银行啊 这个经济是真差了 咱们战友说 他家里人啊 他姐夫是某某银行里边的副行长 说是这个姐夫说 还哪什么存储取什么钱啊 小钱行 生活钱可以 大钱什么生产用钱都不允许 啊 超过五万块钱都要上报 超过五万块钱都要上报 啊 这确实让人很惊讶啊 另外一个 不但超过五万块钱上报 好 现在说这有些上外赚钱啊 几乎不可能啊 这个 所以说他们很惊讶 为啥咱们这爆料革命战友能 这么大的钱就 光机光机都出来了啊 他们觉得 那七个他咱们战友太厉害了啊 他说 据他姐夫说 据他姐夫说 现在有人出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 啊 给他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往外提现 赚钱啊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啊 这个这个 在沈阳这个地方到这个程度了 包括 下边像 像那个 那些什么 二级市啊 三级市啊 那都这样了 更惨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粮食 他说 这个路德说太对了 他说 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部门 他说我们又不存粮食 谁存粮食啊 他说 我们过去的 大粮仓 现在全都腾出来了 粮仓找到租出去 最多收回来 啊 要存粮食 在铁路口上有很多 紧急粗粮点 这挺吓人的啊 这种情况是王冠大革命中才有的吧 另外一个 这个 聚囊之后战友说啊 有到北京去啊 就是 过年前啊 得去走访走访啊 送送礼啊 说过去啊 你拿钱行了 拿别的东西啊 都不要 是不是啊 都要现金 要金砖金条 哎 他现在这回不一样了 他说这回 他带的一些 他说吃的 喝的都要啊 啊 所以这北京城 看来也也准备好这个存粮了 存吃的了 特别是俄罗斯 有一种什么进口的什么牛肉干啊 啊 什么肉干啊 他说现在很流行 还有东北的说这个长白山的什么干肉 很流行 啊都大涨钱了 送北京城去 看来共产党是真是要玩球弹了啊 哎呀另外 哎 这谁啊 文芝 文芝 空谷笛声 啊 我在这个我前面有个手机上 我用手机登录的 不是用咱的APP 我看看什么情况 木木油 治油治颠 我又突然袭击 我得给我们录播些 留出时间呢 呃 战友们就说七哥 你不用说啥 你就坐在那儿 你就是让我们看看你就行了 很多战友发现七哥你让我们看看你 特别是战友们的老人家 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 啊为什么郭文贵不出来了 七哥为啥不出来呀 老问 所以我就出来出来吧 说七哥你啥也不用说 你哪不就在旁边玩就行 啊 你开会让我们家人看着你就行 你说这话七哥能不出来吗 我今天没打算直播啊 我这坑哧 在这儿正坑哧坑哧练着呢 我看这些信息我实在没办法了 赶快我给我们约翰叔叔 约翰叔叔 你远程控制先放点视频 叫战友们先上来 然后我这不赶快把这个健身给完了 这不就赶快吗 我每天必须拿出五到十五分钟 陪陪Snow 陪陪笨笨 你看这不说你看他趴着呢 你看你看他玩 你看啊 他就跟着我 所以说我这就 边直播边给Snow 抱抱Snow 你看你看 就是我在哪他就在哪 哪也不去 你咋办 你七嫂子生气死了 他再疼了 只要我在 不理你七嫂子 不搭理他 你咋办 你说七哥这狗园好啊 所以说咱们这战友园也好啊 咱们这战友你看这 哎呦我的妈 这些信息根本扒拉不完 你看这信息 我的天哪 风之商 风之商 风之商啊 风之商啊 战友们你们记住 我发完盖特以后 我发完盖特以后 我最起码每个盖特下面 得加上个十五个二十个战友 啊 我不能都加 我最起码加个十五个 每个都加 你们想让我加你的话 你们就到那个盖特下面去啊 海浪不停啊 所以说很多战友们啊 这块我加不了 因为这个我是通过那个 就是游客身份上去 我点击不了 我就想看看这个从游客的感觉如何 所以说咱们很多战友家人啊 老人孩子 都是要看七哥 七哥跟你们开玩笑 七哥现在最大的责任就是咱们的家人孩子 啊 因为你看看那天 我是英雄节目当中 一出都是一家一家的 啊 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家 你看我们韩国的战友们啊 安先生 普先生 是吧 还有我们荷兰的 我们这一家子 还有挺郭小妹 扎李 大卫 啊 都是一家一家子的 你看看 西班牙啊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藤妹妹啊 藤妹妹 哎呀 这个 兄弟姐妹们 我记得再说一下 就是从昨天上午 到到刚才啊 这华盛顿是大战的 华盛顿 你看着没有 昨天最重要的 汤姆卡尔森宣布 我不挑战这个总统选举了 多大的事啊 兄弟姐妹这个你们可不知道 这个事很大 啊 这绝对是对着川普总统的心窝子上掏了几拳 啊 绝对是掏心拳啊 对着川普总统的心窝子上 汤姆卡尔森 啊 另外一个 你看到那个 福尔尔尔尼亚的州长 把川普总统的通话 啊 录音经过剪辑给放出来了 拿上川普总统那是掏心窝子 打脸啊 啊 不管如何都对他是不好的 是绝对是不利的 非常非常不利啊 另外一个很多战友 希望川普总统什么搞戒严啊 啊 什么什么的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不可能 啊 戒严反叛法 胡扯的事儿几乎不可能 啊 据听说 哎我梦里梦见了啊 大统领说的 川普总统说 不要说让他不当总统 就是让他把他生命给他赔上 他都不会去搞那个 啊 这是很明确的 啊 川普总统很明确 即使要他的命 他都不会给美国搞戒严法 搞反叛法 绝对不会的 啊 他说这是那会伤害 那会害死美国 他说唯一受益方就是中共 他说他不会干的 这是非常明确的啊 非常明确的 我梦见大统领说的 我梦见的啊 我梦见的啊 你们可千万别当真啊 啊 完全胡说八道 梦话 胡说八道 所以战友们要相信七个梦话的人呢 就别再老说什么川普总统那个了 另外一个 昨天啊 国内很多战友问我说七个CIA呢 什么什么什么 啊 那个 那个 什么在德国基地呀 啊 意大利呀 什么什么 那个控制多米尼呀 啊 这纯粹胡扯 啊 我也梦见了 大统领说的 完全胡扯 就是一个中共啊 培养了多年的在北京上学的一个间谍 跟美国的所有的华尔街大佬们 就是给中共做勾兑的白手套 啊 这叫什么 这叫蛇 就是那个蛇啊 蛇先生 这在共产党的这个情报部门叫蛇先生 啥叫蛇先生 非常之毒辣啊 绝对冷血狠 啊 但是穿着 看上去绝对绅士 啊 对女士 那想拿下 必拿下 她有那种诱惑放毒枝啊 放毒枝啊 啊 对男士咔咬你啊 放毒 多少米味喷毒啊 都这种本事 蛇先生 一旦是被称为蛇先生的 都是安全部 情报部 基本上培养的都是其他种族的人 啊 他们叫以白人对付白人 啊 以非裔人对付非裔人 啊 以日本人对付日本人 以英国人对付日本人 大多都是他们本族人 所以这个家伙 啊 游走于白宫和华尔街 好莱坞 啊 而且放了很多假料 大律师上当受骗啊 而且他有钱啊 还有钱 据说跟沃伦巴菲特好得不得了啊 所以说这个小子玩这东西啊 这是共产党的阴招 阴招 所以我梦见了 我据大统领说 即使别说不让别说 别说当总统 即使要他人命他都不会让美国人民 置入到那种绝境之中 啊 你看这就是川普总统 所以说你 你说 战友们 中国在中南坑那些老杂毛 能有一个人有着情怀 说你把他给干死 他也不会搞那事吗 不会的 毛泽东就为了跟刘少奇 跟林彪斗争 一个所谓的一个接班人之争 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官方说死了四千五百万 啊 事实死了九千万到一亿人 但凡有点良知的中国人 你比较比较吧 不是心疼 中国人的可怜 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暴略 你看到那城管打人 你看到吃饭中间 大人互相打 大街上无缘无故的暴略 能把对方的KO死 这可不仅仅是那么一个简单的 一个说共产党的病毒的这个原因了 兄弟姐妹们 太可怕了 现在多少人 你看我们这华人圈里边 一个地儿都喊川普 禁言法 禁言法 法喷法 大总 人家大统领 人家在梦里说了 即使不是说总统 要他的命他都不会让美国人至于这种绝境之中 让共产党得意 啊 这个一星期前 我跟某人打赌啊 美国的一个大老板打赌 他说这个拜登啊 肯定当选 而且啊 这个就职仪式 会有几百万人参加 向创历史新高 哎呦是吗 我说咱们打赌啊 别打多 一百万美元 啊 我谁不拿谁的孙子 啊 就是这个仪式 他要能搞成这个仪式 他要有这个仪式 我给你一百万 啊 就搞成甭说几百万人了 他说好 结果说我让律师做证 啊 正好我们要给律师开会 啊 这孙子呢 我发现这美国资本家说话不算话 啊 家就在斯坦福啊 是我们这个 董事 就摩根家旁边了啊 我们最近跟摩根先生每天都联系 这摩根先生现在跟我们 老人家坚决站在一起很了不起啊 这是一个美国的新兴啊 搞black chain 一个一个老板 区块链的 结果昨天 拜登 宣布不搞就职仪式了 把就职仪式台子都搬了 大家知道为啥吗 他说这哥们说 Miles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就这么厉害 我愿意给你这一百万 我说一百万不要了 算了吧 咱搞black chain合作吧 不要你的钱 郭文贵从来不要赌资 真愿意给啊 这小子能说话说话 一百万美元要人家钱 这一辈子都是个脏钱啊 赌博来的钱 你知道为啥吗 战友们 舔钢毛来了 为正义行动轰炸玉米地 喜马拉雅樱花团 永爱七哥 海石榴 对了这几天啊 好像这樱花团很热闹 有人说啊 这个是魔女踢走了三百人 然后魔女跟我说踢走了一百人啊 然而我叫私下的叫人摸底 人家说一百人啊 然后昨天我们在这个 迪斯靠群里有人跟我说也弄走了几百人啊 但是呢 魔女说是他迪斯靠的升级 做技术导致一些人踢出去 也有些人是他踢出去的啊 但是不管如何 战友们要记住啊 你被踢出去的人想独立的成为一个群 喜马拉雅这个农场不可能的啊 你们可以完全去到啊 跟联盟委员会联谊 或你自己联系 在日本加入草根小哥的农场 加入007的农场 你也可以加入俄罗斯马沙农场 你也可以加入到美东 藏角哥 谁的农场都行啊 但是你说离开以后 你就像建个农场那是不行的 这一百多个人要好三百个人好 现在看来是一百个人是准确的啊 所以唯真不破都重要 这一百个人里边绝大多数属于自然原因 但这里边我给你保证百分之百 由共产党放着蛇放着燕子 啊 但是那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的人 绝对不能被这些燕子和这个蛇说说这个领导的 说让你独立建个农场去 那不可能啊 啊 凤凰农场Sara爬下来你想干魔女是吧 记住七哥说的话 凤凰农场发生的第二天我就告诉我 我已经得知情报 啊 灭爆小组派出说了去 第一个就是日本 我私下里还告诉了魔女 还告诉日本的骨干们干部们啊 然后我派去了英国 英国去了七个人啊 这个日本应该去六个人 后来去了是九个人 啊 咱很掌握这情况是吧 非常掌握啊 你不管你什么原因啊 你记住今天的话 魔女是不会被干掉的 啊 我们农场里边最重要的是要看谁有椅子 啊 接下来所有农场里的骨干都是由椅子的人为主 啊 我们木兰妹妹很了不起啊 昨天我们在第四靠的群里边说 我很明确的回答了问题 任何一个人不能拥有俩农场 他因为是秘密翻译主是木兰创建的 然后秘密翻译主想拥有木兰 就想拥有农场的这个待遇 就农场的利益都给你 但农场的待遇没有 因为木兰拥有雅典娜农场 但是木兰就主动说七个我让出一个去 我愿意把雅典娜农场给让出去 我还继续留在秘密翻译主 竟然木兰能说啥话 这这这妹妹 这真了不起啊 这就利益比较就分出高低了 说七个我什么利益都不要 因为秘密翻译主 我跟时间比较长了 我把这个雅典娜农场弄下去 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当我的会员 利益我都不要 你说这个木兰了得了吗 这家他比出来了吧 让我真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说不行 木兰你还继续在那儿 属于你的利益一分也不能少 然后呢到了秘密翻译主以后 你只能是你管秘密翻译主 你负责推荐雅典娜农场里边的三个人 他必须是椅子 就以后农场里的农场主你不是椅子 不会让你当农场主的 这是肯定的 我们说白了 你把农场主的身份 你给他fire掉 你fire不掉人家这把椅子 有椅子的人比你七哥 还爱咱们农场的每个同事们 这就是利益绑架 绑架是好事啊 不是坏事啊 咱大家固在一个船上啊 有椅子的人他比七哥还爱咱们的战友们 对吧 你像木兰这个 完全是这种这种 这才是七哥要的战友的一个品行品质 是吧 这是看出了木兰这孩子不简单了 是吧 啥力也不要七哥 我俩农场 我不能要的俩农场 我要一个 但我选择秘密翻译主 我时间长了 他说你让我时间待在农场长 我感情深了 我也舍不得了 你快让我去秘密翻译主吧 啊 一个人你不能说你这个抱着的搂着的都是你的 那还能天下还有别人的吗 是不是 共产党不就玩这套吗 啊 他他玩少女他叫双修 别人娶媳妇叫强奸 是耍流氓 啊 淫乱 是不是 许他满天放火 你家里边点个火柴都不行 那能住吗 啊 昨天一位国内的战友 这个给我发现七哥 他说 头两天跟你通信当中啊 回去以后我认真学习 发现你讲的有道理 那我是被共产党洗脑了 其中一个他会看到战友们这个农场的这种力量 我感到无穷伟大 这哥们就是当初我说啊 螳螂党臂 记得吗 螳螂党车 我说螳螂党臂 他还笑话我 给我发信息 那时候拿推特下面 你们可能当时最早就记得 说如何如何 没文化 我说你个小王八蛋 你回去看一看去 七哥跟你开玩笑 你真以为七哥连个螳螂党车都不会说吗 我说我告诉你 你螳螂螳螂吃蛇你听说过吗 战友们今天你谁举手谁知道螳螂吃蛇 战友们谁知道螳螂吃鸟 谁还知道螳螂吃老鼠 你们知道吗 蛇最怕的是螳螂 不派出蛇先生牧场党 螳螂就是灭你蛇先生的 你们上youtube上搜一搜 螳螂让蛇多可怕 毒蛇都怕他 螳螂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把鸟叭就可以吃的 那蛇过来以后他把那个蛇的嘴给他避住 包括蜥蜴 蜥蜴想吃螳螂 螳螂把他用这个肘把他嘴给他避住 啪啪啪给他吃死他 这个国内战友说 他说七哥我学了 我说你这小屁崽子 你懂个屁呀 你们共产党 这个人都比你共产党有文化 因为一个崇尚邪恶的人不配说文化 那么我们战友当中要记住 你不是椅子的人 你想把有椅子的人推翻 这真的很难的 很难的 农场以后就是椅子的人说了算 这一千都把椅子绝对是主干 农场 还有GTV Gnews Gcoin Gdollar 一切都以法制基金 法制会投资者 和国内的战友的奉献和付出者 潜伏者 还有这个拥有椅子者 这里边还真分三六九等 兄弟姐妹们 七哥不胡说八道 我不能像共产党说为人民服务 然后他住在中南坑里边 你住在你家里边的土炕上 是吧 与驴 与牛 人畜不分的住在一起 他就要为人民服务 他住中南坑 我住在东北三沟里边 连水都没有 连烧 做饭的彩虹都没有 七哥这说的是实话 那不可能了 是吧 现在我们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 我们叫铁血五人团 铁血五人团 铁血灭空主 老班长长岛哥 草哥小哥 大卫兄弟还有我 你发现没有 现在一个女战友没加入 一个女战友 我们都是几个男人 我们要向中国的伟大的女性证明 中国男人还肿 可都不是烟黄瓜 也不是赶面杖的 我们小 安肿 所以现在我们为了证明给我们伟大的女性们看 我们这个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 铁血灭共五人竹 我们已经成立了 说的是开玩笑 他说的刚才那个区块链跟咱们要合作的那哥们 对咱们喜马拉雅整个这个生态圈建设 对咱们这个喜马拉雅生态圈了解以后 这几天 这哥们现在是拼了命的要跟我合作 为啥 看明白了我们整个新中国联邦的未来 这回在拜登这事的书 大家没有回答我 你们没有猜出来 拜登为什么取消这个就职仪式的战友们 啊 哎呀这是拔了不下去 哎哟这战友多 这战友多你看我这 你看看这拔了 你看看 这拔了不下去 家步小雨老人家有病 应该是觉得没戏了 都是错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战友们 最核心一个原因 现场没人去 现场没人去 啊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现场没人去啊 哎我发现是有点暗啊 我咋觉得有点暗啊 有点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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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吧 现在咋样?好点儿吧? 七哥可没那么白呀 七哥黑着了 然后呢还有佩洛西当选这个事儿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个佩洛西当选的几乎是百分之百 因为人家的票在那摆着呢 是不是 佩洛西当选真不是个好事 这对川普不是个好事 对我们真的无所谓 说实在话 完全无所谓 完全无所谓 对咱 咱现在战友们现在闲戏超太多 我们要说了算 这个议会我们要说了算 参议院众议院我们要说了算 财政部我们要说了算 白了 你是谁啊战友们 管天管地 你还管着人家参许两院去了 总统要是你的 你喜欢的 参许两院也是你喜欢的 结果中国连个村长你都说了不算 你这不是有病吗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 一得逞不了 一不从你 你就开始骂娘 骂天骂地 哀声太气 从怨天怨地 到骂天骂地 到骇声太气 然后最后放弃 这几乎是所有的loser 所有的loser 对任何一个强者来说 一定要记住当时我说的 强者强己不强人 你真正的强者 对自己要求强大自己 你不要去强求别人 熟者 熟人不熟己 对任何人都宽容 就对自己不宽容 啥情况 我看到这个准备颜色 对不对 那才是对的 是不是兄弟姐妹们 熟者熟人不熟己 咱这善友们 现在有些人是 熟者熟己 不熟人 强者强人 不强己 那你又把人强大 你当议长去 是不是 你又不行 你又不行 然后这个也不满意 包括有人说 现在 你像人家朱利安妮 你喜欢朱利安妮 只要不喜欢朱利安妮 真正的一个大家 尊重事实 尊重人命 人家喜欢朱利安妮 多着呢 凭啥就跟着你啊 对不对啊 凭啥就跟着你啊 凭啥让你喜欢呢 你来中国连个村长 你都决定不了 你到这来 要决定美国总统 然后你就怨天怨地 然后骂天骂地 最后你放弃 然后天下美好人 然后自己甚至不活了 然后还有人说 这个我看他说 如果是川普总统 没当总统 我就不上推了 这傻哥们 你不上推 那推这罩子 世界地区 不会因为你少赚一秒钟 那共产党 因为你不上推 他会可能再多活一秒钟 这是唯一的 你的收获 真正的勇士强者 是不停的战斗 不被恐惧所征服 不被邪恶和利益所收买 你说你跟他们斗啥呀 你斗的是征服他 你干嘛往自己 打不过人家往自己肚子上捅刀子 还使劲捅 是不是 这不是啥吗 所以说人家Nancy Pelosi 这事肯定当选 对川普总统不是好事 对我们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是吧 爆料革命到今天 为啥共产党现在还要大量 喊备战备战备战呢 他这备战 他知道就是任何情况下 全世界都是他的总统了 他也挡不住全世界灭共的步伐 何况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吧 你看这个汤姆·康腾退掉以后 我特别开心 我昨天下午跟朱利安尼 班农先生我还说呢 我说汤姆·康腾一定会退出的 他们说不可能 不可能 又让我说准了 蒙的蒙的 是吧 不到1月20号 你们都不要有任何的决定 我再说一遍 不到1月20号 你千万千万不要 不要有任何的决定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咱现在别在台底下看戏的人 被一场戏给左右了 要死要活的 那可千万别假 何况最终这个唱戏的主角 咱还是其中之一呢 咱还能把这戏给他搬回来呢 昨天到现在喝了三四哈啡 到你们面儿喝两次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再给大家要说一遍呢 很多战友兄弟姐妹们发了信息 家人要看文贵 孩子要看文贵 文贵就在这了 我特别是给兄弟姐妹们 战友们家人说 大家不管老的少子 八十的七十的都叫我七哥 五岁六岁的也叫七哥 非常荣幸 七哥在你们面前最重要的是 你要展示的真实的一面 真实是文贵给你们最好的礼物 昨天我给家人说呢 我家人说 我有同学说 你这有些事 你这个都是个人隐私 能不能不说呀 我说凭啥不说呀 我有我的权利呀 是吧 因为我的一切已经答应给战友了 我许诺给战友了 我把我的一部分分享给战友是应该的 这是我的权利呀 对吧 我说我要有一点假的我就完了 一点点假就完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家人嘛 都特别喜欢路德先生 说哎呀 我们特别喜欢看路德先生的节目 然后如何如何的 然后呢 我说我特别担心路德 为什么担心 我说他走得太高了 他压力太大了 他一个人玩那个平台 我说哪天他要是讲出点什么事就完了 而且我所有的蛇先生 燕子都想攻击他 结果我说完以后 这几天前说的 昨天这个家人就说了 你我们对你说的话很很不高兴啊 你要保护路德 这个家人不看你的节目 都看路德的节目 你说我多惨我现在 我混多惨 现在我们家人都看路德的节目 不看我节目 然后让我保护路德 说的我挺伤心的啊 但是我听他 说啥呢 你说我说啥呢 你说战友们 你说我说你这是让我伤心了 也不好 你说为啥不说保护保护我呢 让路德保护保护我呢 路德也不想保护我呀 对吧 但是我挺高兴的 因为 毕竟吧 大家关心路德 比关心我强 我比路德强大 说实话 我是挺担心的 因为 我看到了 最近发生了一切的事情啊 就是说 国内战友很多人给我发信息 关于路德先生最近的事情 大家很担心他 包括那天 我是英雄 路德上去那个节目 很多战友发信息 说你看路德大了出脸 连个笑容也没有 也没说几句话 是不是这个Sara事件 VOG事件的压力太大了 凤凰城是不是有意见了 我说你们完全理解错了 绝对是错的 我说这件事情 没有路德就不可能开始 真的感谢路德 这是这次考验了路德的本质 我说你可能不知道 我当天晚上 我和科学家跟那个路德先生在视频当中 路德第一个说的是要对这几个人 有一个所谓的体制性安排 就是像共产党是有点政协机制 养老机制 我当时我这个路德说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跟你们安排这种机制 我们的这个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未来就是优胜劣汰 你被淘汰了 就像狮子一样 你看到那些公狮子怎么死的 都是被母狮子给吃了的 我特别崇拜这种文化 对不对啊 你已经玩球蛋了 像那中南科那老杂毛 是不是啊 换着年轻人的肾 换着年轻的当兵的血 然后跟那七八岁的小女孩搞的双修 还活着不要个脸像的猪中基喝人奶 还给自己准备一百个棺材 结果拿回全是珠宝 这是什么王八蛋逻辑啊 作为一个你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的人 你该死的人就得快死去 因为你影响别人的命运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死去 如果你对别人有贡献的话 那你多活一万年你都应该 你像那狮子 我最爱去动物世界看狮子 是不是 那老狮子已经影响了家族的存在了 要不然那狮子就完了 是不是 基本的逻辑 那必须把你干掉 才让年轻的狮子 狮子才能起来 还给你那个退休 那个笼子给你养起来 然后让那猎狗把你吃了好吗 从哪个角度都应该把你干掉 对不对啊 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盟永远别想的啊 什么未来还有老班长啊 还有魔女 白发魔女 长发飘飘 在日本 咔一剑魔女 长头发 然后这个头 脸上皮都搭了下来了 然后在那 说我已经活了一千五百年了 战友们还得给他上供 还得鞠躬 我一脚就把他踢一边去了 不可能的 包括你七哥 他哪一天 颤颤巍巍的 哎呀我要我要 那些兄弟姐妹们 给我点啥吃的吧 你放心你七哥 我真一点不敢 我拿闲环网把我自己摔死 我都不会在你面前那样的 当我对你们没有用的时候 我绝对会自觉我自己 绝不会在任何战友面前 说让你们我成为你们的负担 不可能 我给家人很早就说过 我说我医书中第一条 当我不能支配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当我神志不清楚 立马给我解决 安乐死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 在世界上 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成为任何人的麻烦 或让任何人用生命和时间 为我付出 绝对不可以 这是我生命中光辉 这是我的尊严 我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擂队 所以那天路德先生 第一个我说不可能 谁强大 谁的 对报道革命有过去你就单 没有问题就拉倒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 然后路德先生说到 就是Sara 给他说孩子要就职啊 什么典礼要他参加 你知道这个孩子是单身家庭 然后说Sara哭的一塌糊涂 路德哭的娃娃的哭在这在视频上 路德真是个很善良的人 如果Sara攻击路德那真是坏了八倍八倍的血量心了 路德娃娃的哭啊 这是科学家可以作证的 他说 郭先生Sara太不容易了 然后就说 他也弄得我们也都很激动嘛 是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说是让他解散 是他自己提出来解散的 所以说人家路德这个世上是最大贡献者 是支持者 很多战友是误解的 那天晚上我是英雄 路德那个脸啊 就是他是累的 你路德人家杂孩子 每天早晚两次节目 然后最近 我实在不好意思了 两个月前我告诉路德 路德你再不减肥你命休也 七哥这点很自信 我会看人像 从路德到现在瘦了将近20公斤了 天天健身呢 就七哥一句话 瘦了20公斤了 我还不行 他还得再瘦15到20公斤 我觉得负责任的时候 他不瘦他一定会没命的 但是现在瘦了20公斤 这就是了不起的路德 每天两集节目 还去健身 所以说 你说他容易吗 然后那天晚上 我们这个是人家 唐平妹妹安排的是四个小时的 我是英雄 由于七哥跟每个战友都说太多 延长了三个小时 人家唐平 威廉 王是给我脸 没好意思说 七哥我们准备四个小时 七个半小时 就没说七哥就你说太多了吧 是不是啊 就这么简单吗 结果搞了七个半小时 人家路德在那边 就 就 就在那边愣在那傻子守 三四个小时 还有路德现在这人吧 只要我在的地方 我特明白 就路德特别尊重我 很少说话 很少说话 永远听 而且把每个字都记住 这是让我很害怕的 你知道吗 就你给路德说过话以后 你很尊重也很害怕 你都 过了一年两年 你看前天他突然把我那个跟他的语音都给放出来了 吓人不吓人 他还记得这事 我早就忘了 我怎么可能记得 我说过彭斯这事 还是跟Sara在一起一个群 我咋记得这事 他都记得 你吓人不吓人 战友们 这就是路德 他很了不起 这就为什么他能他能把这节目做好 所以战友们完全是误解的 他对爆料革命的忠诚和奉献 他对七哥的尊重 他对整个他的事业的这种 用信仰般的去用生命来去捍卫 这点半点你们不要怀疑 你们的事 完全是凭感觉 完全凭感觉 你们不了解的这个路德先生 这没问题的 所以回答了啊 这个问题很多战友问 还有一个Nancy of Lucy的事 你们也关心 Tom Cotton的事情 你们也这真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实话实说 不是好事 但对爆料革命没有半点影响 然后呢 这个拜登取消就职仪式 还有国内缺粮缺钱 银行不能取钱 我说了 电 对了 还有马云 对了 还有马云 马云我七哥三年前就说了 三年前就说了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话我是不能说的 你像马云啊 这在一年以前 和我联系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啊 马云在生活中 跟我们 跟我的生活中 是有紧密的关系和接触的 后来马云多次道歉 他说 我们所谓的粗资啊 粗钱是有这个事 但不是我主意 他是没办法 孙力军 孟建柱要这么干的 还有他说江志成 他当时让我 竟然推荐我说要跟江志成见面 要跟江志成和谈 说江志成很愿意跟我和谈 要到英国去 通过英国的一个前首相 我就不能说是谁了 说安排见面 后来这个首相还真是跟我联系了 这个首相不是我太熟的 不是让你们想一下 托尼比尔不是他 是另外一个首相 跟我联系了 说 Miles你有没有兴趣跟他见个面 说到英国来 或者我们去到美国外面巴哈马 什么地方见 反正不能在美国 江志成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不可能和江志成坐在任何一个房间 一个椅子上 我说如果过去是可能的 现在是不可能的 我过去偶然碰见了 那没办法 我现在我们俩是敌对双方 那我说孙力军还活着呢 然后他们说那你可不可以说那个孙力军 孙力军可以 提前跟你通电话 给你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呢 可以帮助你 可以跟那个江志成见面 就江志成非常在乎 就不想让他说他江家的事 后来我告诉他 我从现在起 我对江志成的事情少说 但我跟他也不见面 直到他所说的 他的能力消失之际 咱们再谈 后来马云又来一个推荐 要我跟这个江志成见面 我又拒绝了 我说马云 我跟你没有合作的机会 也不想跟江志成见面 再往下 还有几个事 现在不方便说 以后再说 关于蚂蚁金服的事 那么包括大家看到头两天那个视频 陈虎啊 陈虎将军啊 陈虎将军的家人是我们的战友 我先给说到这 也是我们其中一把椅子 陈虎的家人 陈虎最早被安排去某国大使馆 包括跟大使馆的五官都见过面 都安排好了 但是陈虎 但是陈虎在最后的一分钟 因钱失命 他就是藏了一些钱 还有一些爆料革命吧 他对爆料革命还不是那种真实的战友 说白了 虽然他的孩子是 他给的资料并没有完全给我们 他还想留一手 还想给我们也留一手 留多手我可以说 然后在国内的一些钱呢 金砖金条字画的他还往外倒腾 还安排所谓的后事 延迟了一星期到大使馆去 结果就被共产党给叼住了 最后共产党在他去大使馆之前 把他给摁住了 最后是注射毒针给弄死了 所以陈虎不是心张病死 是注射毒针死 就是共产党对付所谓叛国罪的毒针 和直接墙壁开瓢 而且注射毒针据说 是当着他的所有的人的面 也是注射毒针的 而且不是所谓的秘密之行 陈虎是最早向爆料革命 说出江家和马航事件的其中人之一 他当时如果成功的逃出来 他就会向美国西方揭露所有马航的真实事件 还有一个真正的就是法轮功被换器官 还有这个劳改犯被换器官 更重要的事情是13579计划 13579计划 但是他没办法 他因财又失命 所以人在这个钱面前 所以人解决人的问题就三件事 如何你在不倒在生殖器上 如何不倒在钱上 还有第三个不倒在所谓的名义上 啊就这么点事 啊没什么多大的事 结果他倒在那 没问题 不都拿走了 你看今天这个效果啊 我自己调的 你看 应该是不错吧 是够亮吗 你看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 陈虎当时公开讲这话说 他 你们还没有见 陈虎你们可以找一找啊 陈虎在国防大学 陈虎在所谓的 共产党的党校 啊就是原来那个傅希球 傅希球呆的地方啊 党校工作单位傅希球工作单位 讲过多次 比这还直接啊 但是最后呢 没办法啊 因点小钱 所以说很多战友们 你又想在共产党那边 有田有地 还有二房三房 还想到美国享受美国的民主法治和自由 啊 然后还想拥有在欧洲 还有几亩地 几亩私地 还在美国还不想交税 这天下不都是你的了吗 怎么可能啊 啊陈虎这还想在国内 保住自己那些钱财 金银珠宝 字画 啊 还想让自己安全 还能在爆料革命这会还能灭共 那怎么可能啊 那最后是这么惨啊 没办法 他的故事还刚刚开始啊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啊 绝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啊 记住七哥说啥都不是开玩笑的 你往回看 七哥在 嘻嘻哈哈中就告诉了你最猛的料 只是你有没有能力解开 啊 从历史预言故事到今天中国的所有历史小说 最好的宝贝国宝 从来没有在所谓的金香玉的盒子里呆着 全都是在什么 床底下 啊 破麻袋包 是吧 还有一堆狗屎包着的情况下啊 都是这样啊 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一层又一层打开 最后发现里面是一花生米啊 啥都不是 甚至是烟黄瓜 啊 真正的情报 是吧 那都是啊 行了 兄弟姐妹们 今天就佛到这了 今天就佛到这了啊 这个 这是紧急乱聊直播 非常抱歉 请 我和文贵一起为 14亿中国同胞全美国人民全世界75亿人民 香港同胞 西藏同胞 台湾同胞 所有爆料根本战友们祈福 我和文贵一起为 这个战友们 关于G Club的事情 很多战友买G Club 头两天是寄支票 这两天有新的账号公布了 可以直接买 另外一个呢 很多战友可以委托各农场代买 另外一个 过去的凤凰农场还有什么VOG的 所有买G Club的那些编码都不会改的 你们所有享有的待遇一样都不会少 记住 原凤凰还有原VOG的所有只要是战友的 不是战友的 只要是法律保护的 一样都不会少 再重申 任何人 现在让我太惊讶了 很多人真的是被蒙被骗 这个任何人 因为这个到这个失去的东西 七哥承担责任 千万放心 这是七哥必须的 只要七哥 你看到七哥在这 七哥就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影响战友的安全和剥夺战友们的利益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说话要算话 七哥认为嘴头上的承诺比合同签订的东西还重要 这是起码的 人家G翻讯这两天网站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更新货 从这几天开始更新了 可能每天五件 五件 十件 十件 二十件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因为咱不能一下子订很多货 每样一样订几百万美元 订几百万美元 那个存货 咱们的G翻讯就赔死了 最终G翻讯是大家的G翻讯 G club 是大家的G club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清楚 你上级订的货 绝大多数是你下单以后 我们就到欧洲去生产 所以这个时间请大家有点耐心 大概在三十天左右 长的达到四十五天 然后呢 但是我们绝对是 我给G翻讯要说的是 只能是走质量 不能走量 一走量就像他国内的所有的衣服一样了 三十块钱一件 五十块钱一件 那你去买他的去吧 是吧 Copy这个 copy那个 我们要几个保证 保证设计原创 保证材料 绝对是这个里面我们选的最好的 然后标准是按照世界上前十大牌子的标准参考的 价格是他的同样的价格 然后占有享受五折的待遇 四折的待遇 三折的待遇 然后我们的金银首饰 包括未来的汽车什么一切 都降式 按照这个标准来 所以我们一定是走质量 走艺术 走威仪性 绝对不走量 你不能让看到说 哇 大批量的开始 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我们激发人走的路 我们要走的是 绝不走向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复制 copy 低劣 低标准 完全不允许 我们是高质量 威仪性 艺术性 而且尊重设计师 在世界上看得起是中国人轻盈的一个 不是偷人家的品牌的 是完全中国人原创的这个番绳 就像咱们那个新戒指啊 手链啊 是吧 接下来还有咱们那个哨子啊 纯银的 大家记住啊 咱买的这935的银子就是纯银 你看着那个重量 你可以衡量出来银子的价格来 这都是有机会 然后讲你当收藏 那一定是好东西嘛 是不是 那是肯定管用的嘛 还有使用价值 有收藏价值 有保值 或者说是有些是升值 而且像衣服 你像我们昨天送给老江 送给路德 送给科学家 还送给咱们一些战友的衣服 那个料子是Loren Piana 你可以上网查 这个料子任何一件衣服在Loren Piana都是8000到15000美元 任何一件 你看做那裤子 最起码8000到15000美元 那你想那个衣服 咱们挂在咱们那个积翻身上 咱们大概可能是挂在5000左右 5000左右 就已经是公价的一半了 然后5000 你再买就成2500 咱们就几乎不赚什么钱 积翻身的目的不是赚钱 积翻身的目的是让战友真正的享受西方的最高的时尚文明 而且让你花得起钱 坚决不能走量 而且我们最核心是服务我们战友的 是以战友的家人孩子一代一代服务下去的 让大家真的所有东西未来都愿意拿出来 看着自己的盒子 我的哨子 我的手链 我的戒指 我的裤子 我的鸡血 不是你洗完就扔了 你可以永远收藏那种 大家要记住 现在就开出新的商线 请大家关注 头一段时间 由于咱们很着急 它很多货品 各种更新 现在没跟上 现在要开始了 现在开始以后 你会看到真正的积翻身的尊严就会出来了 G Club 这一天 火到已经真的是没水了 已经让很多人羡慕妒忌了 都不敢说 太让人羡慕妒忌了 然后GTV G News 大家看到了 接下来G Coin G 到了 我只说G Coin G 到了 大家记住 关于G Coin G 到了 还有 未来有关产品的代理 代理的这个权利 我们今天十二年以前 我们就会在 现在还有 天哪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第一次靠的群 我们会建立一个 所有要联络 G Coin G 到了 可以各农场联系 和喜马拉雅大使馆的第一次靠的群联系 谢谢战友们 不佛了 不佛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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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是约翰叔叔关 是我关的 约翰叔叔 你关吧 约翰叔叔 约翰叔叔睡着了 约翰叔叔